在看我的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一颗小爱心 你们的每一个鼓励支持都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感谢你们 大家好,茶王55岁离世 喝茶到底好不好? 久而久之到底有什么好处? 很多人都喜欢喝茶,也喜欢普洱茶 那普洱茶到底有多贵呢? 据说在2017年发售的这个普洱茶宣言号 大概从3万炒到了190多万 2003年发售的六星孔雀,发售的时间 售价不到3万,曾被炒到了6500万 那这一切呢,这个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人了 号称在云南 有的云南茶王的吴远之 他给这个普洱茶加入了金融属性 发展出期货市场将大一茶变为茶中茅台 也许是天度英才啦 这个吴远之大概55岁的时候 因突发这个脑溢血,抢救无效,已是长迟了 他这个突然离世,那引发了不少人的热议了 都说喝茶能够养生 那喝了很会长寿 那怎么一代这个茶王的医生 生病呢,如此短暂 很多人都不理解 据说呢,最后这个经过医生给他尸检报告都出来了 只因为喝茶的时候做了一些错事 那一代茶王去世呢 那禁止一些因为喝茶这样子的朋友们 据说这个茶王生前虽然很会喝茶 但是他喝茶的一些坏习惯 他觉得每天喝上几杯茶呢 不仅能够养生能够防病 而且能够调整一些我们心里的心态 增加我们一些生活的情绪 但是呢,几个不好的习惯 让他改变了这个养生 从变为每天都在一些慢性的自杀 第一种就是喝龙茶 这个茶王都认为 茶这个要泡得越浓越好 其实呢,这个茶杯里面 我们给他钻进了大量的茶叶 那喝的茶比吃的菜还要多了 那很多科学事实都研究在证明 我们在喝茶不是说要喝得越多越好 在正常的情况下 那一天我们使用这个茶叶大概是10克左右 那使用了这个200毫升的水来给他冲泡 超过了这个质量 那就是龙茶了 喝龙茶你给他越浸泡越久 他就越浓 那喝龙茶就非常伤害我们的身体 所以喝一些龙茶 可以引发我们的一些多种疾病的 那比较严重的话可以致病 所以龙茶真的是百害而没有余力的 喝龙茶会上升味 这个龙茶里面含有的浮含量也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经常来喝一些龙茶对我们的肾脏 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因为这个服务主要是肾脏里面排泄出来 那摄入量过多了 很容易引起我们肾脏排泄能力代谢失常 从而在身体里面给它沉积下来 尤其我们在喝完茶的时候 那又喝酒又喝茶 那这个茶叶里面的一些茶碱能够沥尿 那酒里面的一些酒精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分解 那直接跟这个茶叶水进入到我们的肾脏 很容易换上一些肾结石 伤害我们血管随着我们年龄的生长 所以这个血管呢 它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所以我们没有节制的一些喝龙茶 很容易引起大脑处在兴奋的状态了 很容易引起我们在晚上睡不着觉 心惧升高 血压也升高了 另外的一些龙茶中 那里面的一些咖啡因 也会加快我们的心速 我们心跳加快 那呼吸困难 血液循环也比较快 很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心动过速 或者是心力不齐 那有一些心脏病 冠心病的患者来说 那是没有好处的 那我们长期喝龙茶 会增加一些血流量 加重了这个心理衰竭 或者心脏负担 那我们喝龙茶呢 很重要的一点 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这个龙茶里面 它含有一些咖啡因 也是比较多 喝多了容易引起我们神经 过度一些兴奋 引起一些失眠 那很容易呢 我们又喝龙茶 继续喝一段时间 那长期累积下来呢 那就会引起一个钙流失 龙茶中还有一些咖啡碱 它可以抑制我们机体对钙的吸收 所以呢 很容易诱发一些骨中钙流制的吸收了 导致一些骨质疏松 那老年人呢 都没有注意的话 很容易引起一个发生骨折 喝龙茶还可以伤我们的气血 所以我们喝茶的时间 给它过度了伤害我们的脾胃 那这个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 龙茶很容易导致我们气血亏需 那面防 面色暗防 精神违靡 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营养不良 还有缺铁性的一个贫血 所以我们在喝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过量的喝龙茶 喝龙茶只会有害我们身体健康 另外呢 还有一点也是很多人不好的习惯 那就是夏天呢 比较喜欢喝冰冰凉凉的隔夜茶 其实呢 喝凉茶也是我的一个坏习惯 那以前我也是这样子 小时候不好给它养成 那喜欢喝这个父母和剩下来的一些茶水 倒下来的一些茶水的话都是冰凉的 不过他们喝了之后就出门办事 那我喝了之后呢 喝剩下的这个凉茶 那也是隔夜的凉茶 喝着喝着你就感觉到这种凉的茶水 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茶水你要放久了 那暴露在空气中 很容易影响了 滋生一些细菌 如果你不喜欢给它盖上盖子 那这个茶水很容易滋生出一些不好的细菌 甚至是一些有害的细菌的 那茶水以往给它喝下去 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不好的 那甚至有很多人会喝一些滚烫的开水 一些茶水 这个茶水温度呢 过高很容易对我们的食道有所影响 这个口腔联膜 它能够耐受的一些高温 这个温度大概是在50度左右了 这个泡茶的时候你都用废水 我们暂且不说食道联膜探山的事情 那就是呢 长期以往给它喝这个过高的茶水 那确实不是明智之举 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了盲口茶 这个茶呢 给它冲泡到大概是90摄氏度的时候 给它放个五六分钟以上的时间 那可能就是盲口茶的温度 所以这个茶杯茶汤的温度呢 可能就降到了70摄氏度左右了 那再放个三五分钟 那应该就是盲口茶的状态 所以这个都不是绝对的 比如说我们用保温杯来泡茶 那温度下降的时间会慢的很多 那盲口茶的时间可能需要三个小时以上 甚至更久 所以我们经常喝一些滚烫的茶水的话 那也是非常一个不好的习惯 最后呢就给大家提个醒 我们喝茶要有量 茶液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还有一些氨基酸 还有一些清油可以解腻 可以腻尿可以消失 但饮茶呢不是说越多越好 茶水呢不能代替说这个白开水 过量的饮茶反而会导致一些尿贫尿疾 或者一些胃肠不舒服 头晕远花 很多人都会醉茶的症状 那每天饮茶大概在一到两次为宜 每次大概是两到三克茶也最好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你们的支持 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